以色列轰炸加萨点燃阿拉伯世界一片怒火 美国当局担心民众的这把火恐怕被有心人士利用 威胁美军自身安全 美军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英国卫报报导 恐怖组织盖达以及伊斯兰国双双下令 鼓励追随者针对以色列以及美籍犹太裔展开攻击 空引以报新一波恐怖主义行动 美国防长奥斯丁把丑话说在前头 事实上自以巴开战以来 除了一般民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部署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美军 纷纷遭到武装分子袭击 华府紧急将伊拉克旅游警戒升到最高级别 并撤离驻伊拉克使馆非必要人员 CEN报导指出原本抵达东地中海的两艘航母 其中一艘将调派至波斯湾协防 路透社资料显示 美军目前在伊拉克共部署两千五百名士兵 叙利亚则驻派至少九百名 美军额外下令两千名人员待命 二十四小时内随时可以调往中东北战 美国卫防战况大幅升级 加速调整军队调度 保护部队安危的同时 也恼吓地区敌对势力 切勿挑战美军回击能力 三连新闻 协调报导